你好我是劉奶爸 这一节呢我们要做个示范 就是用不同的商品有不同的运费 好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夏日女短裤 它的商品是100块 我们按这个Quick View好了 然后加入购物车 好然后呢我们再去看一下 有一个蛋糕的商品 这个蛋糕商品它是属于低温宅配 它也是100块好我们把它加入购物车 加入购物车 好这时候呢我们到点击这个购物车里面 查看购物车 好这时候呢我们会看到它的这个宅配 运费是300块 所以它100块加100块总计是200块 再加上运费300块 所以total总计就是500块 去结账刷卡的时候就是500块 那你会发现哦这个它的商品 假设说我现在宅配300块嘛 我把夏日女短裤再加1的话呢 记得哦 宅配300块我们看一下 更新叫购物车看一下这个300块 变多少 变成400块 代表这个夏日女短裤呢 如果多买一件它的运费就会多100块 好现在我们再来看蛋糕低温宅配 如果再加一件的话呢 它的运费从400块变成多少 按一下更新购物车 变成600块 代表什么 代表这个蛋糕只要多买一件 它的运费就多200块 但是呢这个女短裤多一件 它运费只多100块 代表说这个蛋糕它的运费是200块 这个短裤它的运费是100块 好一件是100块 那这样怎么设定呢 我们到后台去看一下它的设定方法 通常呢我们在新增一件商品的时候啊 比如说这个蛋糕低温宅配 我们在新增这件商品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运送方式这边就要去选择 它的运送类别 比如说它运送类别 目前有无运送类别的设定 或者是低温 或者是其他这个都是后台新增出来的 预设都只有无运送类别 但是我们在后台可以去新增其他的类别 就可以去区隔不同的类别 有不同的运送费 然后我们选低温 这个蛋糕是选低温 那这个衣服呢 这个女短裤呢 我们的设定是无运送类别 无运送类别 就是在商品设定的运送方式里面 是无运送类别 所以我们是在哪边去设定 无运送类别是100块 可是低温是200块呢 到这边来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 WooCommerce里面的设定 里面的运送方式 运送方式里面有运送区域 我们先点运送区域 然后如果你这边都没有东西的话 你记得先去新增一个运送区域 然后去把它选择台湾 假设你在台湾 你就输入台湾 然后这边 就选台湾 然后按储存修改就可以了 那因为我刚已经输入过了 所以我的运送区域这边呢 我先离开一下 我的运送区域这边就有一个台湾 然后你点击台湾之后呢 它里面呢 就可以去新增运送的方式 好 那目前里面我新增的自行取货 还有宅配 那我刚刚在这个宅配的地方呢 我把它点进去 你会发现它这边有分成 big 100公分 big 50公分 这是以体积来计算 然后free shipping就是免运费 好低温 低温的话呢 你会看到我的设定主要是在这边 200乘以quantity quantity就是数量的缩写 也就是它是一个变数 假设你买一个呢 运费就是200 你买两个的运费就变成400块 所以蛋糕刚刚才会变成400块 那这个无运送类别的费用呢 这个是100块乘以数量 好 所以呢 无运送类别 记得吗 我们刚刚在这个衣服的这个选项 我们的运送类别是选无运送类别 所以它就是套用了刚刚的这个 100块乘以商品的数量 它这个蛋糕呢 我们刚刚是使用了低温这个运送类别 所以呢 这个低温这个运送类别 就是200块乘以商品的数量 好 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呢 一开始在还没有设定的时候呢 是完全空白了 所以你可能会一头雾水 不晓得去哪边做设定 好 这个就是不同的商品使用不同运费 可以做到的方法